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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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老師你又準備這麼多東西 你又去日本掃火 沒辦法 這是你知道這是我的使命 也對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這張是其實我前一陣子 我不但去了我們一起去了 大凡青都嘛對不對 然後我自己又去了東京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去了一趟這個 日本的藥妝展 那也因為連續幾次去了日本 所以就搜刮了很多現在在 排行榜上面最熱賣的東西 我們最喜歡聽到的就是這個最熱賣的東西 今天我要介紹給你的這個東西 它不但是在日本製造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要5秒鐘 5秒鐘就可以讓你結合洗顏保濕 怎麼可能5秒欸 5秒欸 1 2 3 4 5 因為這其實我覺得是現在女生的好朋友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清潔保濕的潔面棉 看起來很像獅子巾 對它看起來很像獅子巾 然後你打開來看 你看它的那個 棉的纖維 嗯嗯嗯 它有點網狀 對它有一點點網 而且它每一張這個 潔面棉當中喔 有5秒的美容保濕液 對它裡面每一片裡面有5秒的保濕美容液 所以它是透過了保濕美容液 然後跟這個特殊的這種棉纖維 輕輕的在你皮膚上面擦 你看喔 其實每天早上起床 或者是呢 你下班真的很累很累加班 輕輕的在你的臉上擦拭 好舒服喔 所以你只要輕輕的擦拭 其實這5秒的保濕美容液 透過了這個天然的棉的纖維 跟這個保濕美容液 就幫你把皮膚擦得乾乾淨淨 你看兩邊 哎呦喂 對不對 真的耶 欸我跟你講還有這個 還有 這個我自己很推薦 它是拋棄式的溫和式精部 因為你知道每一天你在洗臉的時候 其實因為台灣的氣候喔 台灣的氣候是比較悶熱 然後呢 尤其是浴室 我們說浴室是整個家裡面 細菌滋生最多的地方 所以呢 很多時候你在用毛巾洗完臉 或者你的毛巾掛在那個地方 你不可能就是這樣子整個 攤平平的 然後非常乾燥的環境之下 所以有些人的毛巾 常常會有一種悶味 對 或者是可能上面有細菌滋生 那如果說你的皮膚是屬於 比較敏感的 你每天在用那個毛巾的時候 其實細菌不斷在你的臉上 或者是你有長痘痘的皮膚 再用同樣的一個毛巾再擦 其實痘痘可能會重複 對 重複去感染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這個呢 它拋棄式的這種試精部 就是你每一天洗完臉的時候 就用它 把水分輕輕的壓掉 它的棉 你看它的纖維很細 對耶 所以它不會刮傷你的皮膚 好舒服喔 或者是你看它這個噴霧啦 噴霧 你看它噴出來水分子很小喔 對耶 對啊 你看它噴出來 水分子非常小 所以有些時候你也可以先用完了這個 清潔棉之後呢 然後再用水輕輕的噴在你的臉上 補充一下 補充水分 然後就是呢 加強這種 乾淨的這種感覺 嗯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的 超多的 對啊 大家好 我是來自日本的生活達人 三不正人 今天我想介紹給大家的產品是 來自日本最新流行的 菜牙絲方箱出錯的罐子 叫粉丟 因為夏天很熱 很多人會有 焦汗或者是 焦油異味的問題 只要將 產品放在地上 猜一下 馬上左右 涼涼的感覺 好舒服 這個是 在日本要賺點 最辣賣的 出錯產品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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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